我们很多人在炒大白的时候都是直接下锅炒 那样炒就是大错特错了 今天我教你一个饭店不外传的秘方 酸辣脆爽耳下不出汤 准备一颗大白菜把根儿不给它切掉 切掉之后把白菜帮给它披下来 披下来之后清水里面加入一勺盐 用盐水洗白菜有效的去除白菜的残留 包括杂质什么的 把白菜帮放到清水大中开始进浸泡 浸泡大约能有15分钟到一克钟就行了 再用我的左手把白菜帮一个个给它洗净 洗净之后空净水之后带用 把白菜帮左一刀右一刀给它划开了 划开之后是成这种效果的 同时再把白菜帮用刀背给它拍一拍 把这筋膜给它拍酥了 拍碎了之后用刀给改刀成小抹刀片 改成抹刀片吃完之后的白菜吃的特别脆爽的 把切好的白菜帮放到空碗当中 加入空碗当中之后我们来入一勺盐 加入盐之后用我的左右手 完全把白菜给它搅拌均匀了 让白菜帮跟盐完全融合到一起 腌制大约能有15分钟到一克钟就可以了 同时再把白菜叶给它撕成小块 白菜叶撕完之后同时给它带中 我们再准备点大蒜 把大蒜给它切成小蒜片 同时再切点葱花 切完葱花之后 空碗中加入一勺生抽酱油 再来入一勺清水 同时少加一点陈醋 感觉咸的味不够可以少加点盐 再加入四量的鸡精 同时再来入一小勺淀粉 炸完淀粉之后 完全把盐跟鸡粉全部搅拌融合了之后再用 家人们我们在做出流白菜的时候 先把这汁提前挑好了 这样是炒完的白菜就不出汤了 大厨把做菜重点的交给你了 您照屏幕上帮我这点个小公信呗 我谢谢你了 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白菜撒好水之后 看这白菜已经出水了 出水之后再加入四量的清水 再用我的左右手完全把白菜给它投洗一两遍 到三遍呢 投洗好之后再给它攥干水分 看攥完水分是这种效果的 攥完水分之后热锅下入凉油 同时再加入点五花肉片 把五花肉片完全炒出香味了 再加入点干辣椒 喜欢吃辣加点不喜欢就可以不加 炒香之后加入葱姜蒜 加入之后再把葱姜蒜炒出香味了 同时再下入提前攥好的白菜 下入白菜之后开始炒至 收收收与收收啊 把白菜完全给它炒至断生了之后 我们再加入刚才撕好的白菜柚 下完白菜柚子之后啊 还是开大火 有多大火开多大火 收收与收收啊 炒至断生了之后 下入我们提前添好的汁 把这汁给它搅拌几下子 因为里面有淀粉茶的 搅拌好了之后倒入勺中 同时把这个汁照锅边 啪一勺给它砰进去 开始开大火 有多大火开大火啊 收收与收收啊 妥妥的 一道饭店从国外传的酸辣炒白菜 咱就做好了 就可以装盘了 一开胃又下饭的酸辣白菜 咱就做好了 您学废了吗 最后啊 还是那话 你每天不到吃啥做啥呢 您关注我呀 没准还真有啥用 感谢了 我先吃啥呢 感谢观看